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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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姐 平安 那他的聲音果然是 現在終於不覺醒 就是今天 像我在讀書的時候 就一直什麼都欺負自己的一句詩 那句詩就是 春天不吃不出街 夏日演演 正好年 春去秋來東又到 收拾書包好過年 就是不想讀書 所以這個 今天剛好是一個滿冷的天氣 還有下雨的天氣 感謝你 那我們也一直在瘋 好 那我們請核光幫我們調整一下 那我們一起 今天要來思想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議題 對我們每一位 一種姐妹 對我們每一個 活在這世代 我們活在這世界 大概就不屬於這世界的 我們每天都會瘋到這個情況 那就是金錢 金錢 想到金錢 大家會稍微 各位都會 閃一下 眼睛會閃一下 可能會稍微停一下 其實 我們就說我們 烈火交流 我們這一系列 我剛講一些家庭的問題 我們談過了 家夫的角色 我們也談過了 妻子的角色 那今天我要特別在 親子角色之前 我想要先來講一下 財務 家夫的財務 那時候我之前在 淡江服侍的淡水 淡江教會服侍的時候 我就聽到一個弟兄 他就特別來講 就是 他的女兒 在準備要短宣 他們的短宣是要出國 他發現他女兒的一個狀態 就是 他覺得他女家沒有錢 他女家沒有錢 所以他非常的擔心 非常的擔憂 那他們會去 這個短宣隊 除了 這個短宣隊的隊員 參與這個短宣隊員 大部分都是青少系的 一種姊妹 都是大賺的程度 那他們要去 出國短宣 大家需要一筆一筆一費 那他們需要 他們也會去跟人家分享的籌款 讓大家配很多時間 在他們裡面感動 就會很贏 但是 他就看到了 他的女兒的一個現象 那一個現象就是 非常 非常的擔憂 他不知道 會不會踢到線 出去的女費 到底可不可以 就是被公 那件事 就是 他的父母看在演 他就有輕某感動 那時候 爸爸 一群 大家爸爸 我們一起吃早餐 我們就特別聽到 這個爸爸的情況 就想說 一個家庭 一個家庭 這個爸爸就說出了 他的女兒的一個心情 因為他非常的擔憂 他也非常的 他也覺得 他真的覺得有一個平靜的能力 在他女兒的裡面 非常的擔憂 非常的不知道 對於在財務上面 可以來經歷神 他相信 但是 他看見他女兒的擔憂的時候 他就請我們來祷告 他也覺得 他們家最想講的一句話就是 尤其我們家沒有錢 所以可能這樣做 他就覺得 可是這是很悔感 就是 因為上次可能就這樣提醒他 所以他就 他就 他就開始覺得 主嘛 就是我要很悔感 其實我們是何等的富足 我們是豐盛有餘 我們是得盛有餘 封盛有餘 上天要給我們 得生運 而且得樂 更加豐盛 這是神說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導航 所以我在講 親子關係之前 我想先來特別的談一下財務 談到財務 我想我們跟親子孩子的幫助 當然 當然應該不會是 幫助他認識各樣儲蓄 不只是各樣理財的方式 大家都會小時候 在國小的時候 國小老師 或者是爸爸媽媽 都會建議 甚至就是放在郵局面開戶 開始把人家稅結束到裡面 我們就開始了 慢慢指動我們 怎麼樣要來理財 怎麼樣要來管理 上面所給我們的這些金錢 那神告訴我們 神告訴我們 是豐盛自由的生命 其實看待金錢 或者理財的方式 它不只是各種工具的教導 它更是一種生活的方式 跟一種生活的態度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你這句話 你在傳遞理財的一種 理財的一種概念 或者是訊息 或者要幫助自己個人 有理財的概念的時候 其實你大概不只是在 教一些理財的工具 你更是在傳遞一種生活的方式 跟你看待金錢的態度 而這樣的態度 就會傳遞下去 也許我們都承襲了一些 我們的原生的家庭 給我們的 我們爸爸媽媽 他們怎麼樣看待 什麼的一個方式 然後到我們的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 按著我們的人生經驗 人生經驗 然後我們又開始調整 但是很大的被這樣的 上一代的理財觀念所影響 然後我們又繼續 延時的傳遞給我們的下一代 那我們今天就 教會一定要在這件事上 我們一起來看看聖經的教導 我們一起來明白 主耶穌在財物上面 告訴我們的 生理和持理道的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樣來看待 神所賜給我們的各樣的財物 各位 我們都看過 有孩子 都看過孩子出生的時候 真的沒有帶一毛錢 你走的時候 我真的相信 你有沒有帶走人民塊錢 你說真的嗎 放心 在我主持你的追思禮拜的時候 我以為有日子來看 就是 你有沒有帶走一毛錢 我要說各位 我們都知道一個事實 是的 就是在這一個 我們空空的來 我們通手的來 甚至連衣服都沒有 那我們現在 我們每一天 我們可以這樣子穿戴 我們可以這樣子使用幾天 那都是上帝所公平的 而我同手的時候 這一切也帶不走 真的帶不走 我們等一下會再跟各位說 其實也不是這樣子 不是說我是說把這樣的金錢 帶到天上 而是你今天如何來看待你的財物 來處分你的財物 神說你在地上 才回到地上的帳篷的時候 神在天上 神在天上 他也開始在建立在天上的方 那我們等一下會再跟各位說 來說這句話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一段經文 那個經文是 在馬太福音第19章 大家有聖經可以把聖經拿去 19章16到12章 19章16章12章 沒有的你可以會不會手讓 從方把你 聖經拿到你身邊 這是提到的一個富有的少爺人 他來到了耶穌的面前 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準備這段經文 字有點小 但是看得到的 都可以看上面 如果看不到的 可以看到的聖經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 夫子 我該做什麼樣的善事 才可以得到永生 又是對他說 你為什麼你善事過我 這人又是善 你如果要經理永生 就當遵守見你 他說什麼見你 耶穌說 這是不可殺人 不可見你 不可偷盜 不可做假見證 當孝敬父母 就當愛人不急 那少年人說 這一切我都遵守了 還缺少什麼呢 耶穌說 你如果願意做完全人 可以變賣你所有的 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那少年人聽見這話 就悠悠愁愁愁的走了 聖地說 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我們先走到這裡 我們先一起來禱告 聖耶穌求主 你請自來幫助我們 帶領我們 就要讓我們來 跟你的話語 明白你的話語的時候 求主你幫助我們 進到你的話語的深處 就要讓我們更多的明白 主啊 你對 讓你守公園 我們這一切 採用我們的心理之手 就要幫助我們 每分受教的心 每分願意的人 讓我們聽見 你的話語 就要我們就珍藏起來 按著你的話語的形式 就要求主你幫助我們 就要做出不同的選擇 就要給我別離 這個悠悠求求的 富有的上人的選擇 就要讓我來到你面前 來詢問 就要來求告 來求問你的時候 就要讓我深歡欣喜樂的一談 就要讓我是可以做出生命中 各種的選擇 因為你的使樂 來充滿我們 因為你真理的話語 來釋放我們 就要讓我在清顯財務上面 得到真正的資源 謝謝主 因為我們同在 打包奉耶穌基督的聖明 阿妹 這段經文 他提到哪一個 有一個非常富有的上人人 他在光天化夜之下 那個時候 你要想 那個時候 絕對沒有柏油路 所以耶穌走在路上 都是泥巴 然後就是 可能下雨 可能下雨 或者沒有泥巴也是灰塵 很多 然後走在路上 然後眾目睽睽之下 他來到耶穌的面前 然後來求報他 真的是一個富有的上人人 所以他有錢 我想也應該是有一定的地位 所以有錢有權 就有財有事 所以 但是他就來到了耶穌的面前 來問耶穌一個問題 那就是我怎麼樣才可以進入 得到永生 我怎麼樣才可以得到永生 我該做什麼樣的善事 我到底該做什麼樣的事情 才能真的進入到永生 然後 結果耶穌就回答 他就說 就是 不可 不可殺人 不可接吟 不可偷刀 不可做假見證 大孝親父母 又當愛人如此 結果這上面的人說什麼 他的回應說 這個情況 找回去我都知道 東方出學都教了 真的 我都知道 而且我不知道 我要醒出來了 我一切都遵守了 啪 啪 那還缺少什麼 你可以知道這個上面的人 他有一個心情 那個心情是什麼 就是 我已經做盡了一切 我知道該做的事情 可是 我真的覺得 我還沒有進入到永生 我真的還是沒有 我已經做盡了一切了 該做的 你教的 你講的 不管是別人說的 誰說的 我都做 不是 但他聽到 沒有做到 但是我都做不到 我不只聽到 我都遵守 我做到 我真的感覺 我還是沒有 我還是沒有得到 我的心裡 還是有一個 黑洞 跟缺口 我沒有得到 那你還缺了什麼 耶穌就說 那你如果願意做完 全人 可以變賣 所以 你可以分給窮人 及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這個 這個 少年人 他的問題是 我該做什麼樣的行為 才可以得到你的永生 那主耶穌也回答他的問題 按照他的問題 來回答他 也是用行為來回答他 你要做三個行動 第一個行動 就是 你要 變賣 你要賣掉你的所有 然後 第二個行動 你要分給窮人 第三個動作 你 還要來跟從我 跟從耶穌 他用他的行為 來回答這個 少年人 這少年人來問 我該做什麼樣的行動 那 耶穌也就回答他了 那你做這三個行動 結果 這個少年人的結果 是悠悠醜醜的走 其實 我們說的 從舊約到新約 已經是 不是一文的舊養 是不是一文的舊養 就是告訴我 你該做什麼 該做什麼 你進來 你覺得應該要怎麼樣 幾點你覺得應該要來 沒有來應該要回 下個禮拜開始 然後你剛剛奉獻 那個 那個在那裡 那個奉獻箱在那裡 都要好好的奉獻 弟兄姐妹 然後來的時候 低著打扮 你看 就是講一大堆歸一條 歸一條 但聖經裡面 主要是會告訴我 更深的道理 那只是開始 那個就像小孩子一樣 你拿一個船換布給他 叫他存一塊十塊 一百塊 把你的那個 那個 壓碎錢存進去 那只是在道理的開端 那個真的是 剛開始 真正的道理 不是 只是表面上的這個樣子 真正的道理 是心靈的心跳 當我們聽到新約的時候 聖經告訴我們 不在於外在的行為 因為你外來是乾淨的 可是裡面可能卻是這樣的 主耶穌在責備的 要我們悔改 就是要離開 這個儀文的救援 意思就是 離開這種各樣的行為 告訴你 應該怎麼做 應該怎麼做 還要問的是 你到底想不想怎麼做 為什麼你不想 你有沒有好好的對付 耶穌給這少年人的挑戰 就是這裡 你要變賣 你要變賣的手藝 你要分給窮人 而且你還要跟從我 耶穌在對這個少年人 來做出一個挑戰 那個挑戰就是 你到底要把我放在你生命中的 最高優先 到底我 重要還是你的產業重要 我到底是不是你生命中 最高的優先 還只要有任何一件事情 超過我 那就不是我是你最好的優先 那你真的是要問 他就等於是在問這個少年人 你最愛你 你最需要你 你最想要的到我是神 所以我們深深的 都應該在知道這件事情 當我們要 有一個豐盛的自由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神是我們生命的掌權者 我是政治信念的 政府 國家的主權 它象徵著兩個意義 第一個就是治高 第二個就是治理 所以國跟國之間 它們是平行 不管它大國還是小國 它要尊重你的主權 當我們提到神是我們生命的掌權者的時候 就好像是用政府的這個來做比喻 它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呈現出了兩個要素 那個就是生命當中的治高 而且它不只是治高 所有人都以它移觸成為效能 以外 它應該要來成為生命中的治理 它要來治平 我們最近不是一直在討論同胃議題嗎 我們就是討論各樣的規則 政府變成規則就是要做什麼 這些規則就會順著 完全的開始影響到我們的 我們的國家社會 我們就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我們應該關心 為這件事討告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聲音 我們就一起來 基督徒我們應該來領受明白 神的教訓 我要來表達的 我們今天不是要討論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要表達的是 正如政府的這個 對於之於人民一樣 神對我們來說 神是我們生命的掌權者 我們需要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 它是我們生命當中的 最高的優先 這個少年官他被挑戰了 被耶穌挑戰的 看似行動 但是 你要離開那個字句 進到這個話語的深處 那個深處的那個精液 是主耶穌正在挑戰這個少年人 富有的少年人 他在問到底誰才嫌不住 是你的錢是你的主 還是我是你的主 你知道很多 真的 不要說是很多 就是我 我們真的在 我們真的在嘗試敬拜的時候 主啊 我的心歸於你 主啊 我的生命都歸於你 我沒有說好 我的錢還是歸於我 主啊 我還知道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在教會裡面 敬拜的時候 是在 在我還沒有信耶穌的時候 我不要說我 很多人也知道 或者這些 噴到我很多東西 其實 真的 他 不是真的在敬拜 那位神 甚至我們沒有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在敬拜偶像 不是 很多人 他在問 他在想的都是你 我到底怎麼樣才可以賺錢 我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 人出身慢慢的 你不用說 你慢慢的就在學習 你的心裡面永遠有一個狀況 走到哪裡就開始得到一個狀況 我現在該怎麼做 才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當我們那個 這個 在我比較年輕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大家樂 他會去錢 那個時候發生了一個社會現象 那就是每次大家樂 開外交以後 很多的神明 會被丟到河裡面 為什麼 因為他給錯號碼了 給錯名牌了 很多的人 他去廟裡面去拜 去求問 去問完了 把以後簽下去都搞錯了 結果這個就被丟到河裡面 還有一個行業出來 就是有一個人 然後我就一直搜集這些 這些木頭 我想要把他再去供奉起來 為什麼 因為他很可憐 他給錯名牌了 所以他都不加可憐 因為沒有地方住人 他就再去把他供奉起來 有人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有很多人 他是在 不管他其實 不是真的在敬拜那位上帝 他其實是在想說 我要怎麼樣 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他其實是來交換 要我做我天家鄉有錢 我問的是什麼 投資報酬率 你只要夠免 10倍 20倍的來場 還問我 他說 君主 不小心 會用這樣的心態 跟你旁邊的說話 把神當神看 把神當神看 這樣的事情就是 你要把神當神看 他其實是要來交換 對他來說 基督教只是換一個宗教 哈利路亞 我真的 我沒有再拜好相 我終於拜到這位 通到宇宙望露的上帝 感謝你 所以他可以 讓我賺很多的錢 那神告訴我們 不是 不是這樣的 我們應該要離開宗教 不是 這是宗教 你只是換一個教委 你一拜很多神 那是多拜一個 那就是拜耶穌圍 不是 神告訴我們 他在我們的生命 我們也是製造 他是神 把神當神看 來接拜他 我們滿好 一天在想 我們到底要怎麼賺錢 怎麼樣思想得到最大的 讓我們可以生活 我記得我在出社會的時候 我就覺得滿腔的抱負 其中有一個就是 對我未來的夢想 我期待住什麼樣的房子 這個房子就換算成 我每個月要多少收入 那這個收入就換算成 再想說 那我現在應該要什麼樣的工作 再幾年之後 我透過跳槽的方式 我怎麼樣可以拿到 我一天到晚我在算這件事情 直到有一天 上帝點路我 讓我圍甲 讓我發現 我真的得到那一個是我要的 從那個時候 我的生命就改變了 很多人是這樣的 沒有 真的是 他說 有很多人真的是 我知道 不是 我真的知道 有錢人其實也很困擾 每天一天到晚都擔心 我的錢明天還在不在 我知道你明天那個款會不會進來 它會不會入到我的股頭 它會不會下一個款 我真的覺得他們也真的是很困擾 非常的沒有愛恨感 沒有錢對人也很困擾 因為沒有錢 他生活怎麼辦 下一餐 我孩子的學費在哪裡 我的房貸找不出來 我該怎麼辦 窮人也真的是很困擾 還有房貸 你表示這是窮人 就是 然後他有一些個困擾 所以 這不是真的 這個困擾跟那個困擾 我寧願學有錢的困擾 住 反正都是困擾 正是跟我常常勸弟兄啊 你要 你要 你要找一個 對不對 屬於成熟的姐妹 沒有 弟兄 我常常都發現他們的狀態有一個 我知道 我肺炎非常痛苦 跟臭的也是痛苦 跟漂亮的也是痛苦 我寧願找一個賞心 一個木的來痛苦 這真的 這完全不是這樣 沒有姊妹 我們的生活不是在一個臭雞蛋 跟臭鴨蛋裡面 要選一個 我們的生活 我們寧願不是在一個 很爛跟更爛裡面做選擇 我們是在眼裡 要選擇那個好的 選擇那個對的方式來 來 那個對的一個原則來 來讓我們的生活盡到豐盛 所以你真的是要問自己 你今天換個工作 為什麼 你今天從這個地方搬到這個地方 為什麼 是因為這個地方有更多的錢嗎 有更多的利益嗎 還是那是因為神叫你去做 你有尋求神 你明白 你是神要帶你你過去的 所以我這樣做 還是 你心中的狀態還是大小 你進到歸入裡面也是這樣 在打算盤 你的所有人的關係 都是把一個算盤還是 甩一甩 到了這個地方 到了這個十字路頭 把它算 我怎麼樣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 如果是這個 那這就是你生命的主 如果這個是你生命的主 神就不是你生命的主宰 來吧 牧家福音16章13節 我们一起來過 一起來進 一個無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不是這個愛內的 就是受這個親愛的 你們不能又侍奉誰 又侍奉他 这是神告诉我们的话 祂说我们都是太多人 只是你的主人是神 你的主人不是钱就是神 如果你的生命是被罪的 如果钱这些利益是你人生生命的主宰 是不断的驱动你一切行为的原因 那神就不是你的原因 所以我们应该要来知道 我们不是金钱的奴隶 我们金钱才是我们的福人 好的 阿们 神说的金钱才是我们的福人 神让金钱让我们来管你 但是我们常常成为金钱的奴隶 所以我应该要深深的相信 我们不是金钱的奴隶 我们是属神的自由人 自由是什么意思 常常我们现在社会里面的定义 自由 就是 只要我喜欢 按照我的心理来做 就可以 不要被介入 不要被管理 不要被限制 那是自由 但是圣经里面的自由 不是这样子 圣经里面的自由 比较不是 不是freedom 它是个right 都是自由 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它的意思比较是 我有免于恐惧的权利 大家听得懂在说什么吗 自由的定义 比较不是 我那样怎么做 你不要来限制我 你不要来约束我 你不要来告诉我怎么做 我只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做就好 这本人叫做自由 不是圣经里面 保守自由 不是这样子 都打在一个理方 打在一个理名 它就是有一个吸毒的人 我觉得它把你关在脑里 请问它有没有吸毒的自由 它有没有吸毒的人 没有 后来它不能吸毒 因为它根本没有工具 没有毒品 没有这样的工具 它怎么吸 它根本没有吸毒的自由 它根本没有吸毒的可能性 你知道吗 好 我今天就把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毒品 丢进去 那个 给它吸毒的器具 丢进去 那它怎么会 它没有吸毒的自由 然后我告诉你 它是没有吸毒的可能性 因为它没有吸毒的可能性 它一天都被吸 它在放毒品犯的时候 它就涂上去就开始吸毒 什么叫做吸毒的自由 就是当它面对毒品 它可以知道 这个真的是惨爱它一辈子 而且不止它这个人一辈子 惨爱它的家 它的家也不只是 它的下一代 它的上一代 它所有的家族都会被这件事情惨爱 所以它选择 不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时候 它才有真正的吸毒的自由 因为它不然就是被那个毒品来捆绑 被那个毒品来压制 因为它也没有不吸毒的自由 不吸毒的可能 它一定不行 什么叫做 真自由 我们是属神的自由 属神的自由人 就是当我们面对精神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 神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教一个 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关于它 而不会被辖制 我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按着神的真理来教我 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时候你才有真自由 你可以选 你明明知道那是不对的事情 你明明知道 你可以真实知道那是不对的事情 你可以选择我去做错的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才有深圳的自己 所以神告诉我 神告诉我 主 让我们有个心情来面对什么 主啊是能让你求主你来帮助我 让我甚至知道 你的心理是什么 面对金钱 面对我各样所有财物的时候 我到底该怎样的来处理 来面对我 以至于我可以和神心意的来面对金钱 金钱就不会成为我的主人 他就会浮在我的下面 像那个仆人 金钱本身不是恶 恶 是整个金钱的制度 整个利益的 那种趋道的方式 要引诱 那神也说了 在圣经里面 祂是拿来出来做对的 因为金钱也有神明的特质 它可以原谅安全感 祂可以引用你法尊 祂可以供应你的一切 让你觉得你无所不明 而且导致祂 慢慢的就成为你生命的主宰 来成为你生命当中 每一个行为的背后 讲到你的原因 那神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开了这个魂锁 这件事情不能够来挟制我们 钱不是来挟制我们 我们是自由的 我们在这件事上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错 什么是对 而且我们有能力 可以做对的选择 我们不再可以金钱来挟制 接下来我们要看 那怎么样可以经历 神的富足和自由 你一定最大就想到 祂讲得很好 很有道 那我们要怎么样 才可以明白真人的教导 我要怎么样才可以 生死的活在神的 面对金钱财务上面的自由呢 我可以真的是丰盛富足 而且我都自由 他有力量 那到底该如何 第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在思想上面 你必须要在哪里 我们是一个富足的人 我们是一个富足的人 跟你旁边说 我们是一个富足的人 也要把所赐的福 要使你富足 并不加上幽默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那更多后书 第八章第九节 我们才有经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我们先来这里 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神告诉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 主耶稣本来是丰盛富足到什么 这是你无法想象的富足 但是却为我们成了贫穷 只要我们因着祂的贫穷 我们就成了贫穷 是富足 神告诉我们 我们因着祂的贫穷 成为富足 这样的富足 这样的富足 只有在属灵的层面 一切看不见的才是富足 那看得见的都不是富足 你真的觉得神是这样教导的 你真的那么爱穷吗 那你可以来到前面 我可以努力祷告 让你成为贫穷 不是 当然我要说的是 不是 两整都是 神的恩典够掉 神的恩典够掉 因为我们不在乎你有钱没钱 不在乎你的存款股里面的数字是多少 而是你是富足的 你知道你的存款股是你直接连到天上的银行吗 在台湾里面是不太好 是大库冲火库 以前有这样的说 那我们这样说 我们就是用这个不好的比喻来说 你知道你的福库是直接冲到天上的财库吗 因为神告诉我们天上 你看那天上的飞鸟 不重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路上也养活他们 而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 真的不是你自己在养活自己 是神在养活你 但是不知道为了四个小孩 你知道 其实我养活不要他们 这是一个事实 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常常我之前在淡水 跟淡水 跟淡水教会的主人 都是庄牧师 同工的时候 就会跟他说 庄牧师 如果靠你来养活 我真的不敢生四个 这是开玩笑 因为我们关系 很少人后会这样开玩笑 意思是什么 如果我真的要靠庄牧师 那个薪水真的是不够 我碰到整个一个状况 那个状况就是孩子 因为有一个奉献 所以我的 我就说我们的妹妹 本来我真的是恩典多 我家的老大 都是双女幼稚园 私立的双女幼稚园 双女幼稚园 开玩笑 同时之间 我的老大跟老大 我都同时在 双女幼稚园 你一定觉得 我是不贱目的 对不对 你知道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 最四个一半 然后有一个人 他就说 牧师你先起来 然后我四个 那时候庄牧师在旅边 我们一起吃饭 他没有姓祖 但是一个 那个时候是一个 阿嬷人机 然后他就说 蛤 这四个 那已经赚很多 那已经赚很多 我说 就像一个庄牧师 讲 一个庄牧师 看很多庄牧 哦 真的 你看天上的飞鸟 神上前看骨 我就看到我的孩子 这是谁要赢的 那点是够我们用的 我们是富足的 不在乎 不在乎我的人 存款部里面的价格 这样子 那里面的数字 是多少 我们是一个富足的人 天上的飞鸟 不重点不修 神都上街面 佛汤 可况 我们不比飞鸟 不会这么多 而神为我们才能贫穷 叫我们印着祂的贫穷 我们可以怎么负责 所以 不要用力吃什么 喝什么穿什么 那都是外帮人求的 当我们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的时候 这一切都要讲给你 罗法书第八章三十二解释 基督爱行自己的儿子 万物众能舍 其父也好 万物一同都来爱 赐给他 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 那几个人 主耶稣基督我们死 你知道如果有一天 我愿意我的老大 都要为你舍命 甚至 是为你舍命的时候 你还觉得 你到我的家来 不能喝我的一杯茶 哦 主耶稣会来直接来 我会不会招待你 我如果到台庄 我会不会住他家 如果有一天 我的儿子 都可以为你放弃 我都可以为你放弃 我都可以为你放弃 我儿子的生命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 其他的事情 我会那么在乎 神在说了 他寄负爱情自己的儿子 把他问我 神 其父也好 万物 这个万物 只有数 没有 没有看到 神告诉我们 祂会养活我 不是只有在平民养活 你们自己的口里 肚腹 靠你们自己啊 自己想办法 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我们都深深的知道 不是这样子 神把万物都一统都白白的赐给我们 所以在思想上面 求神帮助我们 就是我们真实知道 我们是一个富足的人 那不在于我们 现在拥有多少的金钱价格 而是我们 而是我们 如何的有一个 富足的灵来充满我们 让我们看真实的看见 哪看我们的眼光 让我们看见 神供应我们这一切的需要 再次更坚定的 跟旁边说 我们是一个富足的人 我们是富足的人 那我来到灵魂教会 那时候 我们正在寻求的过程 我要讲一下这个历史 来做一个见证 真的是这样 我们在思想说 哇 上帝 应该是好像有要带领我们 离开淡水 离开淡江 那我们要去哪呢 老实说不知道去哪 我们就那时候 还不知道去哪的时候 但是因为 你知道牧师的变动 是一件蛮重大的事情 对教会的影响都很大 所以我们要赶快的 让庄牧师也来为我们祷告 我们来求一下印证 那我们就开始求印证 所以庄牧师 罗牧师都来为我们祷告 那时候他们都知道了 但是去哪里 真的要不要去 也不确定 意思是说 我们要不要离开 我们也保留 因为我们要更多的 知道上帝的心 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 那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去哪 甚至是会不会离开 也不确定 那我先跟我们 安德生命的优先顺选 先跟我们看一起 带太宏陪伍这件事祷告 然后后来 后来庄牧师 罗牧师就知道 也继续会提的是祷告 那后来呢 庄牧师就跟我提了 烈火教会的需要 这边 需要一个 就是 夫妻的牧师 来到这里面 然后 然后 他们那时候就说 年轻的牧师 我听到年轻 就是我们 然后 那时候我们就 好好的夫妻 我们就开始祷告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开始也觉得 然后也 当然也有分享 跟太太 也有分享 然后我们也有继续的各自的祷告 一起的祷告 继续的寻求 我们也觉得 好像是这样的代理 继续的印证 继续的印证 我们就到了 我们就请烈火教会的 这些核心同工们 然后来帮我们祷告 我们就想说 我们自己 自己祷告 好像明确的 但是也不能就是 就是 说牧师就派令 派任 就是来到这里 不是这样子 我们要寻求用证 也是有上帝的代理 那 然后 核心同工的祷告 经过了 一段时间的祷告 然后有恢复 也有这样的代理 也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 比较明确 那这个时候 我们才可以跟家人还是提 跟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还是提 教会还没有太多人提 慢慢的教会 让有些同工 慢慢的知道 那我们是先让我们的家人 先知道 因为我们要离开台北 就是 就是 我的老人家 跟太太的老人家 都是在北部 所以我们要告别 就是有一点点距离 所以不能够在乱平凡的 常去问 问候 所以我们赶快就先看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说 咦 我们现在台中有个房子 那你们要不要去看看 要不要去搬到哪里住 然后 那时候 其实我之前 就有问太太说 咦 就整个 爸爸是不是在 松户有个房子 我说不确定 都要败了 我也不好问 然后我说 不要问 不要问 很尴尬 不要问这个 就是反正 不知道 就不要过来 那我们就继续搞 那时候也不知道 那时候也不知道 然后后来呢 然后 家里人都告诉我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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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住给别人的 你们可以去看看 那我就特别 所以 除了办法教会的时候 我就顺便 我就看起来 因为我们家 一家六口 你知道 太小就像子中银 真的 一家六口 我住了 太小 那边子中银 我在淡水 我住很大的 很开心 那是被他们 因为住在沙罗 然后我们常说 不想停一下 又掉到海底 就是 因为海底 就能靠近海底 然后就是在那边 然后后来 我们一反而觉得 也够大 够我们住了 然后我们就 我们就 赶快跟家人说 好啊 好啊 然后我们就 开始做一些处理 因为有个租人 然后他请他先离开 找到更合适的房子 收回来自己住 然后就开始沟通 然后我们也收到了 编火教会 这边告诉我们 来就告诉我们 因为这边 财务的一些情况 平行星 真的 那大的跨越 你给我们一个 一个星字 我们来这边 没办法做一勾 感谢主 但是 那一平行 给我们一个 星字的数字 哦 那发现 跟我们淡水的数字 是有一个落差 这个落差 不是往上 是往下 那这个往下的落差 对啊 然后我们就 当然不以为意 就是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星座的那个算盘 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寻求明白 上帝的心意 主啊 给我一个印证 烈火教会和星庹 我们给我的数字 就是印证 如果能够再往上调 我们的钱盘 就来了 不是吧 不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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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心里面 不是那盘算 我们真的知道 上帝要我们去 无论到哪里 我们就是来回应神 但是我们也是一个 中心有见识的管家 我们要知道 那个gap在哪里 那个到底 我们一个月 我们一个月 五天都在生活 大概知道我们的 之数是多少 那我们要平行星 阳光神 的面对 查局是多少 我们就向前能够 后来就很感恩的发现 这就是要做原件证 其实老实说 后来我们计算一下 真实的来到这里 就像这样 我们发现 我们来到这里的 生活费 是没有差别 跟在淡水 是没有差别 为什么 因为在淡水 我们要付房租 而这里 是因为父母 给我们租住 所以他的房租 也没有空收房租 那这个房租的数字 跟那边的房租的数字 就是扣掉 刚好就是 我淡水的薪资 扣掉在淡水的房租 就等于我们在这里 因为我只要有一个薪资 所以我的生活 是完全没有差别 神就在对我说话 对我们家说话 对我们全家的孩子们说话 所以说 当我们就 宣求神的国 神的意义 遵循我们的质疑的时候 担心什么 害怕神 我不欺负祢公民 我欺负公民 我欺负公民 一切需要 人心所筹算 人算 今次入如天算 不是 我们在一起经历神 经历神 丰盛的公民 充足的公民 当我们 愿意按照他的心意 心事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在主里是 富足的人 够要人 思想上 要成为一个 我们要真实的知道 你是一个富足的人 真的 不要说 不要常常都要说 嘿 阿根 不错 家里自己都不错 你第一个念头 没有 我很穷 很穷 你不是 你现在是说 是 感谢主 能够用 我没有人家会财务 很惨 很惨 我说 是 我说 是 数字上有点落差 但是主 没有问题 主的恩典够用 没有问题 神会公民这一切 我常常就觉得 主啊 我有心肌 心脏血管疾病 你那个财务的供应 波环的速度 从天上波环下 速度就会快一点 真的是这样子 常常都觉得 为什么总是要怕一口牌 那个水牌要开 总是要我用干我的 那个厨蓄 用到我的生活费 哇 那个供应才来 主啊 我的心脏 真的是没有办法 但是 主总是让我们真实的经历 神的供应 为什么 常是非常的 真实的感到 真实的贫穷 我们就觉得 这是穷到一个地步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捉巾 走我们 第二个 在行动照片 这是因为我们的奉献 我们在行动照片 当手十一的奉献 甘心 乐意 等得去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马拉基书第三章一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人即可奴取 神经木能 你们尽奴取 我的共木 你们却说 我们在和世上 奴取你的共木能 就是 你们在当大的十分之一 和当县的共木上 因你们通过的人 都奴取我的共木 众子就流到你们身上 万俊子也有话说 你们要将当大的十分之一 全然动动仓库 使我加油 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请呼吁你们 甚至无处可有 我要来做一个食肚 诶 怪了 那请那 回心 好 来 这个 介绍一下 这是 陈庆志的 拳击的国手 一直到这样 你看 你的肌肉 都快从衣服那边绑出来 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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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直摸吗 真的 真是吵状 诶 这是 我们教会的理想 我管理 诶 我说管理 你相信他可以 背起你从这里走到看 可以 你相信吗 想相信 大声的都相信 真的相信 你觉得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受伤 你会不会受伤 好 那 好 大家相信吗 他可以把他背起来 从这里走到这里 相信 好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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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裤子可以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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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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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我们天上就说他相信 我说一个一个一个 你看这个行动 不然你相信 但是当他相信的时候 他是站在这里 他有没有真实的从这里走到这里 他相信 你们也相信 你们的信心跟他的信心加写 他还是站在园并 他怎么样真实的从这里走到那里 就是让他跳上去的那个 背起来的那一刻 他真实的经历到 不然你就真实的经历到 带他从这里走到你那里 好我们再给 咱们弟兄一个掌声 各位姐妹 在基督里的信心是这样 我们都相信神会 全然的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阿们 神的恩典够我们 当我们正在园并 我们存着相信 在自己相信的时候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的丰盛 这样也是信 而且大家都信 但这样的信心没有办法帮助 在上面的跟在底下的哪一个人 从这里走到哪里 只有让你真实的铺上去 让你信靠耶稣 让你真实的说神会全然供应的时候 真实的铺上去 他就会带你从这里走到你 你就会真实的经历神圣丰盛的 那这一切的关键 就在于 信心的行动 这段结果里面 你要说 这段结果里面到底在说什么 这段结果里面在说 你们要把当那的十分之一 请到福气给你们 甚至到你们没有足够的空间 没有足够的容量 可以接受 我们要从天上给你们的祝福 这么的多的祝福 神在说的是什么 神在说的是 神在对我们发出的一个考验跟挑战是 你们愿意用信心的行动 来显明你对我们的信心 用你的行动来显明你的信心 而就是十一奉献 当我们用十一奉献 奉献出我们的十一奉献的时候 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 来奉献给神 纳金神的福库的时候 就是在凸上去 各位我们很认真地看待美女的奉献 因为何能不容易 要从我们的收入的里面 微博的收入 特别我们最近 他不是一直在讲 十年前的报纸的薪资 跟现在十年后的薪资 但是物价是完全不一样 薪资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非常辛苦 而这时候大家还能够继续的奉献 我觉得非常感应是 有时候他问我十一奉献 不是啦 这个十一奉献 就是 是要扣税还是不扣税的十分之一 就是算了 我要说这个 这个问题好像是很好的问题 他真的很认真在计算 有时候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根本没有要奉献 他不管有没有扣税 他还是要继续他 他没有要奉献 就是没有这样的来经历下 谁告诉我们 谁告诉我们 他对我们发出了一个挑战 或者是谁告诉我们 你的信心的行动 我不会无动于衷 不止不会无动于衷 我会悦纳你信心的行动 当我们开始奉献 当我们开始十一奉献 当我们开始按着神的感动 在做各样的奉献 乐捐 捐助 我们甘心乐意的奉上的时候 神看待了 看到我们 就是我们整个人 凸在主耶稣的身上 那神要带你经历那一段路 就是丰盛公平的路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理念 正如上个信念跟说 我们没有相信我们是富足 我们觉得我们不够 哇 我还要房贷 我还要车贷 我看回来孩子要养 我还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还有旅行 我还有什么 我还有消费 我不够 我怎么拿得出来 那神告诉我们 神告诉我们是富足的 你是富足的 你不是不够 而且你够得满出来 你可以 你要不要来奉献 用信心的行动 飘在我身上 我要带你的经过 让你深深的经历 什么是丰盛公平 神在告诉我们 对我们发出的一个要求 和挑战 这也是对我们生活的一个考验 知道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扑上去的时候 不是只这样 我们好像是 主耶稣站在很远的地方 我要从那边跑 飘上去 然后扑到耶稣的身上 歪扬不到 主要你没有接触我 我就是掉下去了 意思是什么 我方便出去都没有了 丢到水里 不够 我家里不够怎么办 到时候孩子要分来分 哦 奉猪的你 你要知道 你现在可以操练截止 他就不得 我也是这样 我每次说 我不是这样子 神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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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如何的经历神 丰盛的功力 在行动上面 我们当时有十一根风险 这是神说的 我们家 我就说我们家经济中 一直到生老三之后 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老三 就在 我老三现在四岁 大概就那三点多 四岁 四岁 四岁就那三点多前 我就曾经做过一件事 在老三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家里的经济的状况 就是要生了月子的钱 做月子的钱 然后在哪 所以我那时候都在争论 要不要先刷卡 分歧 我说分歧啊 是要付钱 要不要这样分 反正就已经争论了 我觉得那个我自己 讲过 那都是理财的方式而已 其实真正的源头 是因为 那个数字出续不够 就在那时候 然后我们就开始 碰到一个 教会人 有个新的挑战 就是要健康 然后从事上面 深思历劫 六姐妹 我们要向神明的数字 我在地下 无动宇宙 你知道吗 深思历劫 灰汗如雨 我在地下 无动宇宙 你不觉得 我妈妈有奉献 我可只能拿一份 我已经不忘了 我太太坐月子 都没有办法 我还要怎么奉献啊 而且 而且 是一亿多耶 我北水车星 这个简直 不是北水车星 是水龙龙滴水啊 我要怎么奉献喜怀啊 给神小费吗 不是这样子 好不好 要奉献 我们不是不懂奉献 我们其实在这样的状态下 我们每个月是十一耶 十分之一的奉献 我们 这是最基本的 没有什么人可以拿来夸走 当大的十分之一 就是这样 我跟我们服侍神这么久了 十几年了 我妈都是这样 那 那怎么办 然后我就 我就坐在大堂顺后方 因为我早是在 在 那刚刚我是 在礼拜 礼拜天的时候 我都是 就是要处理各样的状况 各样的状况 那我就要协助写 万一有一种简牌 跟一种简牌之间 有一些 有些摩擦 或者有一些 需要写的稿 或者有一些 需要写的稿子 我说 主啊 要不要 我说 好啦 主啊 主要牧师都这样说了 我一定要好好来 你收回一下 主啊 你给我一个数字 他告诉我 二十万 我想说 主啊 你没有那么快过 主啊 你没有那么快过你 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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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 你胡说八道 你知道我很先 就是 主啊 你在故事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主啊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 我心里 第二个念头就是 全都不能跟太美 这样 因为他很认真 你知道吗 他就这都变卖一切俗流 OK 主啊 我的钱都不要换掉了 就是没有了 开玩笑 我就说 我现在认真 所以我就 默默的祷告 真的 就是正如 玛利亚余寿 圣灵改变 我们的默默 没有让任何人知道 哇 真是又安又安的事 然后就祷告 然后日子 一天一天逼近 因为有一个时间 为什么用我们的土地要买 那个土地要 不是交割 反正土地要那个 要买 要过户的时候 就要付一笔钱 那笔钱 就装车的时候 结架之前 要拿出来 不然 他就会从 他去监狱赴道 你知道 他就从来 去监狱赴道了 然后我就想说 哎呀 主啊 庄牧师去了 那我就是主任牧师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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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说 哇 然后 赶快 你们姐妹 我们领受神 不要服务我们 我就 哦 好啊 那你赶快祷告 我说 主啊 现在快到了 二十万 我想说 那时候刚生完老三 你知道 一天混乱 日子一天天逼近 哦 主啊 那该怎么办 二十万耶 然后我们就跟着老三 主啊 你要供应我啊 我愿意 我愿意奉献二十万 那前者大利 十万你要供应我 让我被掏出来了 后来就叫我们 忽然之间得到这个消息 按着时间序你要知道 实际上我是任何都不知道的 就像我来练活一样 我们决定 我们要来 我们跟家里人讲 我们到我们班到这里来 我们不是 拿着算来 帮我这边上 算算算算 足够了 所以我来 不是 按着时间序你要知道 我是不知道状况 我是按着我的想法 是 哦 这总结束差了 不少的 一个仿租的价格 那更多的平静 我们就是很期待 我们可以这样 经历神 就是碰到耶稣的身上 按着时间序你要知道 我不知道那个消息 后来之间 我得到一个消息 他就是 岳父妈 我们处理了一个 在大陆的弄产 然后分给孩子 三个孩子 哦 分给三个孩子 我想多少 那是多少 就是二十万的十倍 两百万 两百万的十分之一 就是二十万 我一听到 咻啊 来了 你有的面图 你为什么叫我奉献五十万 你为什么叫我奉献五十万 人心 碗目都鬼 你知道 哎呀 出来了 然后 你知道 那个从大陆 就把那个 实际的那个 现金转出来很不容易 因为他做金融管扣 所以我们刚好就认识一个 大陆的弟兄 他把一点的扣打给我们 就把那个钱 亏出来 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之前 就奉献出来 好 我们用掌声 让他们让他们鼓励声 为什么我要表达 我们要奉献 让我们 像神 不要说你真的把钱 掏出来 让你愿意的心情的时候 让你真实地知道 真是很认真的 真是觉得你要 你为什么会求 是因为 你奉献 你没有办法经历到 上帝丰盛的过程 你不是要那些 信心的行动 我相信 你只是站在哪里 相信 而奉献 就是一个信心的行动 是你哭到耶稣的身上 神告诉你 神的恩典 够用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再讲 所以用奉献 来作为你得利的能力 用敬情 来作为你得利的能力 不是这样 你看 二十万 二百万 这个统治报酬有多高 不是这样 不是要奉献 来作为你得利的能力 我要说 这是神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而且神 祂说 天上的飞样 我上前看过 各方面 比飞样非常多 神要供应 但神要告诉我们 全是你的主 驱动的动力 永远都是那个数字 你永远有金钱 但是 你有看重金钱 神才会把那更多的财富 放在你手上 为什么 神怕你堕落 在那更多的财富的里面 你就成为了 你就让金钱套上了那个神所 你就变成金钱套上了 你就变成金钱套上了 你就觉得捉襟见奏 左算右算都不对 那缺少了 是一个信心的行动 神愿啊 有一个信心的行动 神说了 十分之一 全来 受到福一此事 你真的觉得 主耶稣永远在天上 他能够奉献 巴 巴的滑板 他爱我 他不爱我 他爱我 他不用奉献 他不爱我 在天上 你真的觉得 主耶稣在天上心这样吗 你真的觉得 主耶稣需要我们的钱吗 天三的牛羊都是他的 你真的觉得 你奉献为了神 为了赵 他会缺钱吗 我要说真的 六部教会要复习 的 那个足够的财务的资源 远远不是在座的弟兄姊妹 你可以帮你 远远姐妹 带当教会健康 他能够带起来 远远不是带当教会 自己的弟兄姊妹 他全部的都奉献 可以做到 神会调解一切的万能 不忘记 要来做成他的事情 里面 尤姐妹 你们只是 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按着你的信心 按着神在你那边的带领 按着我们的信心 告诉你 丰盛如你 你把当那的献出来 把神对你的感动献出来的事 神是要自己 不是教会需要 不是神需要 而是你需要 这个人的奉献是因为教会需要 所以当你看到教会 哦 感谢主 这个月是丰盛的 刚好 而且满了 我就可以不奉献了 不是这样子的 不奉献了 就当线上的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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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时间够了 快点 这里呆掉 想说我要怎么办 你闪 你闪 哦 那这边 这边在这里 因为你们来 我们是重心有见识的管家 我们是这样拿起来出来 乱闪 看到神就奉献 只要有人有需要 你就奉献给他 不是这样子 神告诉我们 我们是重心有见识的管家 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你不是他的神 所有的需要 来到你面前来的时候 你要问问神 神对你的代言 神对你的感动 甘心乐意的奉献 是神所悦难 是神在你里面的带领 不是每个需要都在 如果每个需要 来到你里面 你都愿意奉献 告诉你 我非常需要 我一定要来到你面前 告诉你 我的需要在哪 这是开玩笑的 我要不要打热视 不是要你拿钱 你的钱出来乱死他 当你要奉献的时候 你要知道上帝对你的代言 实意的奉献 那是上帝对 每一个 相信祂的 爱祂的 所带出来的一个挑战 或只是淡淡 让你的相信 而是跳上去 对你来说 你可能觉得 哇 耶稣你在哪里 跳很远 祂的路里 就从最小的开始 十一奉献开始 我刚刚说的那个建堂的奉献 就是在十一奉献之乎 我不是要说 我再次来说 我不是要告诉你 用金钱的奉献 来作为你得益的门路 那绝对不是我今天是这样的 而我只告诉你 谁要供应你 不是你用钱 没钱而已 你里面是不是有个贫穷的原因 我要说的是 我就跟 我常常都跟我的 曾经在服侍的这些色星的弟兄们 就是说 在你还贫穷 意思是说 你的存款 不要那么多的时候 你的里面就是贫穷的 到你存款变多的时候 你里面还是贫穷的 在你里面是富足的 虽然你的存款都多 但是当你的存款慢慢累积 你的存款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的里面仍然可以是富足 富足跟贫穷 不在于 数字的多少 而是在你里面 是不是常在做比较 常常在思想 常常在说 哇 上帝为什么给这个人 那点比较多 给我的那点比较少 常常为什么觉得 哇 上帝给他 那没有给我 常常在做比较 还事实上是让你觉得 哇 这是不足 这是什么都不够 我怎么奉献啊 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 抓住我的酒材 不知道拿把别人 口袋跟钱放到我的里面 那就是贫穷的力 那就是贫穷 神告诉你 神的恩典够用 神的恩典给我用 给各位的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不需要比较 而神告诉我们 在行动上面 在思想上面 我们要做一个富足的人 因为神的恩典够用 在行动上面 我们遵守是一个方向 要甘心乐意的乐觉 在生活上面 正告诉我们要选择过一个 柬埔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 入正言三十章 祭祷 我们一起来 请 我求一两件事 但我为此前 不要把赐给我 成品使虚假和谎 烟灵灵我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赐给我需要的饮食 恐怕我保足不认你 说烟花是神的恩 又恐怕我凌穷又偷窃 一致献入我神的恩典 这个真意里面 透露出一个讯息 就是 贫穷跟富足 这句话里面的人 在写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心旨 那时候就说 我怕我逃足 你自己不认我 或者是 过度的贫穷 就让我偷窃 你自己献入神 所以求你 不比说贫穷 也不富足 我想 他这个 他这个里面 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 不是一个贫穷的人 他是一个富足的人 为什么 他深厚 他太多的财富的危机 会让他最后不能寻求 你不要以为你只会在 人生的低处乱来 我告诉你 很多的人 特别是男人 在他生命最高的时候 在他生命最高的时候 在他生命最高 发热的时候 就感受到 所以 神告诉我们 有一个精醒的心智 所以 有的时候 你要真是知道 为什么会不会成功 第一个 不奉献 第二个 你会变成金钱的奴隶 你永远不知道 到底谁是 你生命中最高的掌权者 所以神 怕你怎么堕落到不行 所以神没有把更大的财荒 放在你的身上 我们要来总结 求神帮助 在思想上面 我们是一个父子的人 在行动的上面 我们要遵守奉献 守十一的奉献 按着神对你的代理 甘心生命的奴隶 有一个法则 有给人的 就必有人给你 在神的里面 有一个法则 有一个财务的法则 那就是 有人给你 你有给人的 就必有人给你 那你是一个流通到管道 而不是一个贫穷的 我给了你 不够 就立刻收起来 你就会发现 怎么样都没有人给你 神都会 连神都没有人要给你 因为到了你这里 你脱了 就塞住了 当你是一个流通的人 当你说 主啊 是个委屈你给出去 当你在奉献的时候 就是好像在一个征战的里面 你知道当你要 扑上去的时候 旁有很多的声音 你知道魔鬼 如果你有个场景 当你要扑到耶稣的身上 他会有很多的声音 魔鬼在旁边告诉你说 不够 你看 你将来就很快 那个书子 那个钱就要出去 几月 几号口就要出去了 你那十分之一还不能 至少要先过完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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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过去 主啊 下个月再使命 下个月 神让你感动我这样 要这样的来处理金钱 主啊 你感动我 忽然过了两天 因为以前实施的变化 都开始改变 你比较不是按着神 你心里面 永远都有的恐惧 永远都有的算法 在压制 当你不是在自己 突破一下的困索 你说我是自由的 你就成为一个 罗宫的管道神 就会充分的来供应你钱 有给人了 就必有给你 要年要待岸上 尖下游的人 请到咱的好远 那是神的话 但是也不是要你拿钱去乱砸 按着人心的感动 按着神对你里面的待遇 按着你 你在思想 这样的奉献 对这个 对这个教会 对弟兄姐妹 是否有建造 就按上帝的量 给你的 甘心恶意的去做 神就 用你深深的来经历 你信心的行动 你一定的行动 所带出来的信心 到神的面前 神必悦然 神必解开 用很丰盛的经历 我们请 下词 我们下词 下词 我们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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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词 下词